哈喽,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球王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电影《界限不负责影评》 今天要聊一部新上映的电影叫做《界限》 那我今天就看了试片,乐腾腾刚看完就来 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小小心得 就真的只是心得分享 那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呢 之前有推出过《为人民服务》 这个也算是战争爱情融合在一起的电影 那最新立作呢,是个犯罪惊悚的类型 叫做《界限》 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改编自日本畅销作家 叶泽上经典原著小说 然后是在讲一个就是凶残的儿童诱拐案 那到底好不好看呢?等一下来好好的聊聊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延续今天刚刚要聊韩片 那就来推荐一间韩国的餐厅 叫做金孙韩厨意大利面 金孙呢,就是金孙 就是台语的金孙的意思 它的英文呢,叫做Golden Sun Korea Pasta 那它是位于士林捷运站出口 我跟你说,这间意大利面店呢 它是开在士林地区 但是因为它是位于就是士林捷运站的二号出口 而且还是往士林关底的方向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今天来士林夜市的话 基本上不会走那一条 所以走那一条真的就是为了去士林关底 那开它那个方向,我跟你讲 那一条现在开满了一些文青的店跟餐厅 那这间就是叫做金孙韩厨呢 算是在这波疫情间呢 开业的意大利面店 我觉得它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它那时候在开业的时候 哇,现在疫情耶 它竟然敢开在这个时间点 那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去吃 因为它真的是 那个地方真的很少会走过去 那今天就突然想起这件事 因为我看到我手机突然跳出这个 就是有人在介绍的文章 说,对耶 我怎么从而都没有去吃过这间意大利面店 那我就事不宜迟 说去就去 那去之前我当然有查一下它的评价 它在Google上 可是高达4.7分哦 那这间创意意大利面店呢 就是号称是韩式口味的意大利面店 你们很老口 韩式口味的意大利面店 那它的装潢是走一种时髦的文青风陈舍 就很像是韩剧里面那种男女主角 会约会去吃的那种店家 就真的是,诶,很透亮 那里面有很多木质的一些花雕啊 然后装潢的都是很干净明亮 那进去里面就觉得说 哇,跟有别于以前你想象的意大利面店很不一样 那这间就是主打特色意大利面店的 它的菜单上只提供六款特色意大利面 其中有几款都是跟韩国当地的一些食材啊 或当地的料理做一些结合 那我这一次就大推 韩国辣酱鱿鱼这道意大利面 我当初去的时候呢 因为我真的也是都看装潢 想说对它其实抱持的 就是没有说非常高的期待 想说就是吃一个特别跟创意 但是我实际上吃了之后 我只能说 它的意大利面店 真的是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滋味 这个滋味真的是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idea 怎么那么聪明 它就是结合韩国的那个辣酱鱿鱼 我本身对于辣酱鱿鱼就还蛮喜欢的 每次去那种韩国路边的小吃啊 或是他们那种街边 或搭棚子那种蓝色帐篷 他们都会提供这种 所谓的辣鱿鱿鱼的配菜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喜欢这道菜 但是它就跟它的意大利面做结合 吃起来就想说 这个滋味怎么这么聪明 怎么会想要结合这两种口味 放在一起又特别的match 而且这个口味就是 你没有在别的地方吃过 这种意大利面店 那这一间就叫做 韩厨意大利面店呢 我只能说一吃难忘 我绝对会再回房 那它的价格大概200多块 还算合理价格 它的意大利面就是 总类真的只有6块 所以它没有非常多让你选择 如果你有选择困难症的人 你去那边其实真的也没什么好选择 就是6种 你就选要不就敢吃了不敢吃了 然后再看上面那个煮菜 是不是你喜欢的 所以就还蛮好做决定的 那它的营业时间呢 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 还有晚上的5点半 到晚上的9点半 就是它有两个时段中间是有休息的 那相关的资料呢 也要放到 其实你应该的IG限动24小时 之后呢 会放到意大利面的精选区 我一样有拍影片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店家 想看到那个料理长怎么样的话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reels哦 好啦 讲到这里 IG 其实你应该 还没有按赞追踪 你都听到这里了 去帮我按个赞 算是个小小的鼓励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电影界限不负责影评 这部电影呢 现在小小的简介一下 它在讲什么 女主角呢 叫做素恩 然后是一位警察 那她最近就是为了调查一个 儿童连续的诱拐案呢 她就是被他们的上司指派说 哎 因为这个受害者的那个母亲 就是因为那个太忧郁 太害怕 太惊恐 就送医院去 那需要有一个人来接电话 因为怕歹徒突然打电话过来 然后就请这个女警官呢 就是假装成被害者的母亲 来代替这个母亲 就是跟那个嫌犯联系 但是因为这个女警官 其实自己也有小孩子 所以她也是蜡烛两头烧 她也算是单亲妈妈 她既要一边查案 但是她也一边就是要 顾自己的小孩子 蜡烛两头烧 在这个调查陷入困境的同时呢 她突然就接到 一通很奇怪的电话 结果这通电话 是她私人的电话接到的 就是发现说 哎 这个声音 怎么是嫌犯的声音 然后就发现说 哦原来就是 这个嫌犯 就是偷偷地要到 这个女警官的电话 然后要挟她 要在48小时之内呢 就是要做出一些 就是嫌犯指定的动作 不然的话呢 她就会对她不利 那就来讲一下 这部电影的看点何在 第一点呢 真的要讲一下女主角 女主角呢 就是李真贤 她饰演这部片的女警 但是她之前有一部 很热门的大片叫做 失速列车2 感染半岛 哦有够难念哦 刚刚念了好几次 感染半岛 她当初在这部电影里面 是演一个就是 很威武的母亲 然后就带来小孩子 然后应有的穿越 重重的丧尸 然后得到救援这样 那她在这个新的电影里面 是演女警 其实这部电影里面 她前面的人设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 就是讲述说 她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啊 或是她的状况是怎么样 她就用简单几目 就是讲说 她跟外婆三代同堂 然后养育一个儿子 然后她也没有讲说 她是离婚的状况 反而看起来就是单亲的状况啦 又用了一两目的篇幅来说 她算是女警 但是同时她在做一些 直销的工作 但是她直销工作 就是为了多挣一些钱 让她的儿子可以去 啊补习啊之类的 电影开头真的用了 大概不到五分钟十分钟 就很短的剧情呢 来讲述这个母亲的人设 她没有太琢磨于说 她背后到底是怎么样走到现在 就有几个片段 她跟小孩子的互动 她跟外婆的互动 然后跟同事的互动 跟主管的互动 就真的是很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人物的背后的人设给交代清楚 那后面还值得一提的 就是童星的部分 我觉得这部电影两个亮点 就是女主角演技很堪打 再就是童星的部分 我真的觉得韩片 不管是韩剧还是电影 就是他们的童星真的都很强 我觉得演技都是很自然 不会有那种油味 因为有些童星就是 你觉得他很会演没错 但是他会给你一种 他是很刻意为之的演技 那这样就是反而看久 你就觉得说 还是会有点出戏 因为他的那个年龄 演出那样的过分成熟的演技 你就会觉得说 就是哪里太多技巧了 但这部电影里面的童星 会觉得还可以点到为止 就是觉得还蛮流畅的 真的要让我觉得童星 就是让我觉得 有点比较出戏的部分 就是里面有个女童星 她就在里面的剧情 就比较 人生比较波折一点 然后就是 就比较狼狈一点 所以她就会流汗 但是她额头呢 就变成是那种条马瘤海 就是真的太条马了 就是她让我觉得说 也不合理啊 那个头发 就让我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剥开 就是让我那个部分 有点小出戏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女主角的演技 我觉得 让我觉得这部片 就是她称奇的 那个剧本的分量 但其他配角 就觉得普普还好而已 所以在第二个看点呢 就是 节奏明快 因为有时候 韩片就是 他们要讨论这种 比较严肃的议题 就会用很长的篇幅 来做铺陈 就是带电前面的一些 故事的结构啊 或是人物的背景啊 就让你觉得 哦 肉肉 等了一点想睡这样 但这部电影 我跟你说 它从第一颗镜头开始 就没有再浪费 任何一分一秒 就是一开始 就完全不拖泥带水 就像刚刚说的 他大概前面 五分钟 十分钟 就讲完这个女主角的 就是背景 她该怎么样了 然后后面就开始讲故事 所以我觉得 他们没有那种 就是有些 含片想要讲这种 比较深刻议题 或是所谓的 犯罪议题的时候 前面会铺垫很多 角色的心路历程 他没有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哇 速度好快啊 前面就直接切入主题 就告诉你说 他开始要来办案了 这样子 就会抓住你的好奇心 跟你的注意力 所以我最觉得 也是他们的亮点 接下来第三个亮点呢 就是他结合实施 就是这个电影 就里面在讲一些 儿童啊 就是诱拐的问题 所以他在 不是我爆雷 他是原本在预告啊 或是简介 本来就有写出来了 那结合你知道 最近就是东南亚的诈骗 不管柬埔寨啊 泰国都有相关的新闻 那其实也讲到 关于人口贩卖 就是这点也是在 这个电影里面 有稍微去点到 我觉得蛮贴合时事的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哇 跟你现在就是 真的在新闻上看到 事件是真的 蛮贴近的 所以就觉得 看的时候蛮有感触的 而这也是我觉得 要小小的亮点 接下第四个 我们再讲一讲一些缺点 这部缺点呢 就是前面的坏人 就是设定的 很坏 很强 但是呢 后面的一些 收尾的方法呢 我们要爆雷 就是有点恶趣味 甚至会有点 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但我觉得 他受限于 就是篇幅 这部电影真的不长 他只有就是 一个小时又37分 就大概97分钟 通常呢 以前大家都会说 如果一个电影 没有超过一个半小时 表示这部电影有可能 我说有可能 就是他的 就是不是很好看 为什么呢 因为表示他连剪片 都剪不到一个半小时 那这部电影 有合格 有一个半小时 他的确就是很明快 就是他的优点是这点 但是同时 有可能是双面刃 因为他的一些人物的背景 探讨就不深入 我觉得像什么 警察同事啦 或是受害者啦 凶手 其实都没有太琢磨 他为什么会就是 有这个动机 就是蛮可惜的地方 我觉得他就可以 再更深入一点 去把他们的那个结构 讲清楚一点 虽然他们就可能 就是篇幅 受限一个半小时 那这样他把所有重点 都摆在女主角身上 所以当然就是 配角的戏份 就没这么多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我其实比较蛮好奇 那个坏人为什么会 就是结构 会是这样结构的 或者是他为什么 就是他的收尾 有点太草草收场 就让你觉得说 蛤 就安嘞 就是然后有这种感觉 这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但是他的故事线 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前面的那个铺陈 是让我觉得 哇 有点新颖哦 你竟然是这样铺陈 跟这样的设定 就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前面呢 但我个人就会让我 联想到 台湾的一个犯罪案件 叫做白小燕命案 我小时候看 这个命案的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是吓歪了 我其实是 蛮期待 就是这个故事 能够有个导演 好好的把它写成脚本 我觉得他里面的那个故事线 真的太惊人 太惊怂 然后又 真的是太曲折离奇 但就是白冰冰 他自己其实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只有他 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才可以成立 别人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不成立 一定会被骂 但我是觉得这个故事 如果真的有人 就是李安 愿意把它拍成电影的话 它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而且是一个刻意去 因此改变社会 不管是法条 或是整个社会 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 如果他切点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故事 去做一个 比方推动法案 或是探讨 就是受害家属 如果遇到这种歹徒 或是诈骗的状况之下 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 就是以一个这样的切角 去做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合理一点 但是我觉得重点 都还是要白冰冰自己出来做 别人做 只能是会被骂死 这时候他自己出来做 但是我觉得切点 可以是以推动法案 或是以一个 就是叫大家 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话 你要怎么去面对 那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说故事的方法 那你讲这次多说的 只是我个人觉得 看完这部韩片 中间有几个桥 都让我突然想起这个命案 就是会有这个连结 所以我就说 它会让你想起很多 现实社会发生的 一些新闻案件 好啦 整体的评价呢 我觉得它是个惊悚的小品电影 节奏蛮明快的 然后也不会让你 觉得说 啊好无聊 或是觉得 会让你觉得很想睡觉 不可能 那剧本前面的一些 就是歹徒跟警方斗志的 一些小桥段跟设计 我是觉得蛮特别的 但后面呢 就是坏人那一part 我就觉得说 有点就是草草收尾 让我觉得有点可惜 还有它的议题探讨的深度 就是我觉得 跟别的韩片比较起来 就觉得说 别的韩片 后面会让你真的是想很久 不管是法案 或是真实事件 会让你觉得说 哦 这个事情让你回去 可以慢慢的去反出 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全说啊对啊 如果我们现在遇到 这个状况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社会 是不是法律上 要是做一些保障之类 可是这部电影 看完之后 你就觉得 很少这一块 就比较可惜 但他们也可能 就是不想要讲 那么说焦 这是以他们的设定 整体来说 就是一个小品惊悚电影 不是那种大片 大制作 就是小小的故事 还行 还不错 好了 这就是 韩片界线的 不负责音频 然后再次推薦给你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过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 我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其实你应该 视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者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且想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了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